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一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大犯罪团伙案 因涉及抢劫 绑架 私藏 枪支 贩卖 炸药等等重罪 而且涉案金额巨大 首犯张子强被判处行执行 枪决 那么这个张子强到底何须人也 他有着哪些恶贯满盈的案底 他为什么会要想到绑架李哲聚拿到巨额赎金之后 当年他是如何做到全身而退的 而在香港犯案的他最终为何又在内地接受了审判 今天咱们就来解密这其中陈峰一行的档案 先介绍一下张子强其人 张子强1955年出生 足迹广西 四岁的时候随父母定居香港 虽然从小就混迹黑道 十二岁开始出入警局 成为香港有名的问题少年 十六岁开始蹲监狱 做监犯喝水 无恶合作 不过当时的他虽然干过不少坏事 但是还没有敢想去绑架富豪 通过索要巨额赎金来达到快速发财的目的 毕竟绑架的罪行太重 风险太大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他的胆量和贪欲日益膨胀的呢 这就要先说极其大案了 有些朋友可能有印象 上世纪90年代 劳力士手表在东南亚风靡一时 作为瑞士出产的名表 一块劳力士少则几万 贵得一两百万 很多人都以佩戴劳力士表作为身份的象征 以至于在香港劳力士一度功不应求 有市场当然就不能错过 1990年2月22号这天这么二的日子 劳力士瑞士公司发往香港的40箱劳力士表到货了 那天上午8点 一辆押运车来到香港启德机场 从仓库里提出了这批货 准备押运到目的地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车才没发动的附近突然窜出一伙劳匪 他们将司机和全副武装的押运员迅速击倒 并将他们捆绑到后车厢 然后大摇大摆的开着押运车离开了机场 整个过程不过十分钟 40箱价值3000多万港币的劳力士表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 按说启德机场戒备森严 一般劳匪绝不敢轻易下手的 但是很显然 这批劫匪对这批表的货源信息 押运情况都了如指掌 那么这些劫匪是什么人呢 他们又是怎么掌握这些相关信息的呢 说实话 当时警方怀疑这是张子强团伙干的 可是苦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最终只好把这起案件作为悬案给搁置起来了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不是张子强干的呢 1998年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讯室 是张子强公认不会 1990年的这起劳力士金表被抢案 正是他的手笔 当时张子强是如何获得信息 又是如何掌握货运细节 并成功实施抢劫的呢 原来在张子强犯罪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这个女人 她叫罗艳芳 当时她是劳力士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一名电脑资料输入员 注意 她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输入员 却掌握了香港劳力士表行最绝密的商业信息和情报 张子强的信息正是从他这里得到的 那你要管呢 罗艳芳凭什么把绝密的商业机密告诉张子强啊 我告诉你说啊 罗艳芳还有一身份 他是张子强老婆 1990年2月20号 张子强从罗艳芳那里得知 劳力士公司有一笔价值3000万港币的金表要登陆香港 他果断决定要实施行动 地点就选在启德机场 那么随便说了 启德机场戒备森严 张子强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动手呢 这就是张子强的狡猾所在了 他深知啊 戒备最严的地方 也往往就是人们心理防线最松懈的地方 而事后的事实证明 他的判断是对的 喂 车让开 别出事 出事我打死你 干什么 别动 不要动 我就打死你 别动 好了 老老实实的听话 把车开出去 是 刚才看到的就是当年案发过程的在线 当时张子强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完成了结案 而且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然而对张子强来说这起案件这是牛到小事 因为对于这次抢劫的结果张子强啊 他还不十分满意呢 为什么呢 那批价值三千万港币的手表 在他在他和同伙瓜分之后他只拿到了九百万港币他觉得太少了 当然了最关键的是得手之后他平安无事 这让他觉得只要多动动脑子计划周响抢什么都没有问题 他开始膨胀了 决定干票大的 那么这一次他盯上了哪呢 这一次张子强盯上的是美国利保银行的借款车 因为他听说啊 这个借款车一次性压借的资金呢 高达上亿 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掌握借款车的准确信息呢 这一次狡猾的张子强又想到了他的王牌 就是他老婆罗燕芳 他先是辗转托人把妻子罗燕芳安插进了香港卫安公司 这是一家保安公司 注意啊 这家公司担任的正是银行的保卫工作 当然有关押运资金的信息属于高度机密 并不容易得到手 而罗燕芳呢 在卫安公司足足待了两个多月 才无意中从同事口中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那就是1991年7月12日 美国力保银行将有1700万元的美钞和3500万元的港币 要从纽约运抵香港 然后送上飞机运往台湾 得到这个信息 张子强坐不住了 因为折算下来 这次借款的总额高达1.7亿港元 一旦得手的话 那远比抢金表价值高得多啊 那么他得手了吗 1991年7月12日 张子强顾忌重演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团伙抢劫 行动显然更加娴熟 当装满钱币的借款车刚刚开到机场 张子强他们仅用一分多钟 就控制住了四名押运员 随后他们开着装满巨款的汽车 飞奔而去 张子强又成功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两次大案都发生在机场 用的是同样的手法 而且都对押运情况是了如指掌 问题出在哪了呀 警方认为此案一定有内鬼 这个内鬼要么是银行职员 要么在卫安公司 可是谁会是这个内鬼呢 说来也巧啊 正当警方全力排查内鬼的时候 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从1991年7月12日到9月6日期间 有一个女人在同一间银行 连续多次向同一个账号存进了41万港币的现金 而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 警方对这个女人所存的线钞进行了查验 发现她所存的线钞竟然全部都是启德机场被截的线钞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警方核查发现 其实这个女人只是个代理人 她是帮人存钱的 帮谁呀 向这个女人提供线钞的 正是罗艳芳 最后香港警方迅速包围了张子强家 将罗艳芳带上了警车 嫌犯落网 大案告破在即 为何张子强却能侥幸逃脱 越发张狂的他 又将犯下怎样的大案 李则具备绑架的前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美国利保银行巨款被截之后 香港警方几经侦查 终于将嫌疑人罗艳芳带回了警局 随后重大涉案嫌疑人张子强 也由此浮出了水面 来看这个 这是1992年11月 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 涉嫌抢劫机场借款车一案的场景 当时罗艳芳一口咬定 丈夫给他的那笔钱 是做正当生意赚的 他们根本不知道是赃款 张子强更是百般的狡辩 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不过他们没有想到 庭审最后一天 一个人的出现 终于让案情有了重大的逆转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是当时借款车上的一名押运员 原来在张子强抢劫借款车的时候 车上四名押运员的眼睛 都被黑布蒙了起来 而这名押运员因为太过紧张 当时满脸是汗 结果就因为汗水 这个蒙眼睛的布往下滑了一点 由此这名押运员看到了张子强的脸 这就是案情的重大逆转 就这样 因为这名押运员的指认 张子强被判入狱18年 而罗燕芳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 可是张子强真的能够乖乖的在狱中待上18年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 怎么呢 罗燕芳从监狱回家之后 一改以前的低调姿态 开始主动与媒体接触 约见律师 甚至在自己的豪宅内 开启了新闻发布会 他要为他的丈夫喊冤 他别问了 不是有押运员的当庭指认吗 他凭什么喊冤呢 他喊冤的理由 就在这个押运员身上 原来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 那名押运员在最初指认的时候 并没有马上认出张子强了 而是正当他准备离开指认现场的时候 突然回头指认的就是他 由此罗燕芳说 这个押运员的指认 不可信 另外他还装可怜 说警方是为了紧快破案 用刑讯逼供的方式 给他们夫妻制造了冤案 有证据吗 他说呀 他的大腿内侧的一个伤痕 就是警察刑讯留下来的 那么你想 那这回是个什么结果呢 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 那就真的相信了他夫妻是无辜的 当时舆论是一片化人 而后借着这种舆论 罗远芳花重金请来了香港的著名的律师 为丈夫上诉 要求重审张子强一案 而不可思议的是 他的愿望真的达成了 1995年6月22日 经过两个月的重审香港高等法院大法官认为 当初的口供的确是取信不足 不足以确认张子强就是劫匪 所以由此裁定张子强抢劫罪名不成立 予以当庭释放 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当时张子强被释放之后 走出法庭大门时 记者抓拍到的 看见没有 当时他那个得意劲 还用双手组成V字表示胜利 不光如此 他还以受害者的角色 充分利用舆论 以冤案的名义 成功向香港警方索赔了800万港币 香港警方真是冤的 冤大头 不能不说 当时的张子强真的是嚣张至极 而也正是这次逃脱法网 张子强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他决定做更大的事 让自己更加富有 那么他想到的更大的事又是什么呢 那些张子强在街上闲逛 路过一家暴亭的时候 摊在桌上的一份报纸 引起了他的注意 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呢 上面有一个醒目的大标题 叫做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 正是这个标题 让不可一世的张子强 顿时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念头 一股邪念涌上心头 那就是有钱人都怕死吗 如果绑架一富豪 那肯定可以发大财 那么找谁下手 当时他第一个想到的 这当然是香港最有钱的人 大名鼎鼎的李嘉诚 不过转过身来 张子强的主意又改了 这就是张子强的狡猾之处 很多事情让人是难以琢磨 那么他为什么改主意呢 他一想 李嘉诚肯定身边保镖众多 而且是身居检出 找他下手很麻烦 那么找谁呢 于是他把目标锁定到了 李嘉诚的长子李泽炬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李泽炬当时才三出头 正好被李嘉诚下放到企业的基层去锻炼了 相对而言更好下手 另外 哪有爹不疼儿子的呀 儿子被绑架了 当街的肯定是多少钱都舍得拿出来 这比直接绑架李嘉诚划算 你看 这张子强的确不一半 他把富豪的心理揣摩的是一清二楚 不光是这个 他甚至还想到 这次不能再找和他一起抢劫的人了 得找一个有勇有谋的搭档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看来 抢劫只需要玩命就行 没有技术含量 那么这次他想到找谁了呢 很快有一个人 还真就进入到了他的视野 谁呀 此前在监狱里认识的一个老友 叫做叶继欢 当时这个叶继欢呢 刚刚从监狱里边逃出来 张子强很快就找到叶继欢 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两个人一拍即合 于是张子强立马安排人 在香港开始盯梢 摸清李泽聚的行踪 几天之后 他们将实施绑架的地点 定在了李泽聚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深水弯道上 而为了绑架行动能够顺利实施 张子强还出资140万 购买了枪支弹药和车辆 做好了一切的前期安排 不过张子强没有想到 就在他计划即将实施的时候 突然出了疲漏 怎么呢 当时帮助张子强从东南亚买枪的叶继欢 在偷渡香港的时候被警方发现了 这个变化太突然了 让张子强有点紧张 因为叶继欢一旦供出他的计划 那前功劲气啊 怎么办 张子强决定 孤注一掷 尽快下手 那么他怎么下的手呢 1996年5月23日下午5点 李嘉诚的长子李泽聚 乘坐总统排轿车 正在回家的路上 而走的半道上 一前一后突然出现两辆车 把他逼停了 紧接着几名匪徒 手持自动步枪和手枪 将李泽聚的车团团围住 其中一名匪徒将车窗打碎 把李泽聚和司机拖进练毛车 然后飞驰而去 整个过程又不过是几分钟 很快空无一人的李泽聚 坐驾被发现 李嘉诚也意识到 儿子很可能是被绑架了 当时他立马对家人宣布了几条 第一 暂时不能报警 第二 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之前 对外严密封锁李泽聚失踪的消息 第三 公司一切工作照常运作 第四 有陌生人来电 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他本人 当然了 世上没有不扣风的墙 虽说李嘉诚严格保密 可是消息还是走路了 至少李泽聚的坐驾丢在路上 这是事实啊 所以很快 嗅觉灵敏的记者就闯到了李家的门前来打探消息 不过记者万万没想到 也不敢想 就在他们登门打探消息的时候 正当此时 李家正在接待几个特殊的客人 谁呀 几个来要钱的绑匪 而为首的正是匪王张子强 想不到吧 在以往的绑架案里边 绑匪是绝对不敢暴露自己行踪的呀 更不敢自己亲自上门 可是这个张子强怎么就这么大胆 他凭什么就认定李嘉诚不会报警呢 在以张子强为原型改编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张子强身上绑了炸药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当时张子强就通过这个 向李嘉诚表示自己就是一个亡命图啊 第二 他在事先跟李嘉诚通电话的时候 作为见过世面的人 李嘉诚也表示 只要保证儿子安全 他保证不报警 这一点其实也在张子强的预料之中 那么就在这次面对面的谈判当中 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而最终又是怎样达成了协议呢 下结了一句 持枪绑架 匪王张子强如何与富豪李嘉诚达成赎金协议 不可一世的一代匪王如何走向穷途末路 他的人生最后又留下了怎样的遗言 经验传奇正在为您解历 前面说到胆大包天的匪王张子强 在绑架了李泽锯之后 很快就大摇大摆的走进了李嘉和李嘉诚谈判了 那么当时是怎么谈的呢 当时张子强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开口要二十亿现金 李嘉诚却淡定的说了三个字 不可能 你就奇怪吧 儿子都在绑匪手里边 他竟然敢说不可能 可是事实上李嘉诚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张子强当场表示了 行不可能就不可能 我认可 为什么呢 这谈话怎么那么有趣啊 据说李嘉诚是这么给张子强分析的 他说张先生您想想看 就算我现在同时在香港几十家银行取钱提款 连续取上三天 取得出这么多现金吗 银行拿不出来呀 对吧 这就是我说不可能的原因 那么能拿出多少钱呢 我估算了一下 最多能筹到十亿港币 接着李嘉诚问了 这个数张先生觉得行吗 张子强当场表态 好痛快 十亿就十亿 这就是他们谈判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就是拿钱了 从第二天开始 李嘉的赎款从各大银行被源源不断的提了出来 每拿到一笔钱 张子强就用手机通知同伙前来拿走 一直持续到了第三天中午 十亿现金 陆续交道与张子强的手上 当张子强拿到这款之后 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1996年5月26日 也就是绑架案发生 三天之后 李泽聚豪发卫生平安为家 这次绑架成功 张子强独吞4.38亿港币 可是恶徒张子强并没有就此收手 拿到钱之后 他先是跑到了澳门 赌了个三天三夜 一口气就输掉了三个亿 你说啊 冒这么天大的风险 分了四个多亿 一口气输掉三个亿 这脑子里是什么 这是啊 这为谁抢的 是不是 最后都便宜了 赌亡了 随后呢 又在这个美国输掉了几千万 也就是说 他低着脑袋换了个巨款 快活了几天 全没了 好 这个咱们先不说 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 那就是 如果说事前不报案 李嘉诚是怕绑匪撕票 可是事后 他也没有向警方报案 这是为什么 多年之后 当香港媒体采访李嘉诚 问起当年李泽聚被绑架一事的时候 李嘉诚一直是说 不要再提了 我已经说过 各位不懂 今天不懂 以后不懂 其实李嘉诚的想法 完全可以想象 可以理解 像张子强这样的人 本就是亡命之徒 如果报警 就算张子强本人被抓了 他的同伙说不定哪天 还会找上门来 钱可以再赚 儿子是无法估价的 这应该是李嘉诚 不愿意再提及此事的根本原因 不过李嘉诚不愿意提 但是作为对公众负责的香港警方 却早已将张子强列为了头号危险人物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时机 能够将张子强绳之以法 那么他们等到了时机吗 1998年1月8号这边 香港警方的直升机在上水镇一带 进行例行的空中巡逻 警员发现张子强及其同伙 将一箱箱的泡沫箱搬进村屋 当时警方怀疑 箱子里可能藏有毒品 于是派人去秘密监视 那么发现了什么呢 不得了 警方发现张子强他们藏在村屋里的这些东西 竟然是800多公斤的炸药啊 还有近2000根雷管 而这些炸药和雷管的产地都在内地 可是张子强团伙偷运这么多炸药 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难道他们又在计划什么大案吗 当时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 香港警方火速向公安部做了汇报 而公安部立即要求广东省公安厅火速立案战场 那么这个时候张子强在哪呢 当时他正在深圳 和另外一个叫做胡继书的红伙街头 准备策划更大的行动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早在他一出海关的时候 就已经被深圳警方给死死盯上了 并且警方已经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 那天当张子强乘坐出租车准备从中山往江门方向去的时候 在两个地市交界的西江大桥收费站 被早已在此等候的江门市公安干警逮了个正着 当然作为惯犯恶犯 张子强不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 起初他是上演了一串戏码 先是以假身份证拒不承认自己就是张子强 接着他的妻子又顾忌重演 在媒体面前哭诉自己的丈夫受了冤枉 可是他发现他的这些戏码在内地警方面前根本就不管用 那怎么办呢 在看守所里边张子强开始耍横 态度强硬百般的耍赖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但是接下来他发现不正确了 怎么呢 一连很多天他发现 看守所里边御省员不见了 除了一日三餐有人给他送之外 没人找他 对他是完全置之不理 别说耍花招了 他就是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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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这种情况整整持续的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张一强的精神开始有点崩溃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怒走到头了 而在这个时候 御省员再次找他谈话 他就什么都招了 从机场抢劫到后来绑架负伤 说的那叫一个详细 然而对于香港警方查出的800公斤炸药 他虽然承认那是他的 可是对于炸药的用途只字不定 关于这一点 当时流传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他妄图是炸鬼赤住监狱 营救他的铁杆同伙业绩欢 也有人说他打算绑架香港政要 以暴力来威吓香港特区的政府 当然 不论是有什么目的 这就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施他的罪行了 1998年12月5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作出终审判决 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 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财产人民币6.62亿年 当天中午在燕民正身之后 张子强被押往刑场执行了枪冶 张子强执行死刑之后 有人在他的遗物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是张子强用英文写下的遗言 怎么说的呢 说上帝请保佑我 就像1995年那样让我平安出来 可是他没有想到 在上帝听到了他的心声之前 先得经过正义 负责把他送到上帝那里去 那才行 当然了 一个人说 这也叫做出来混 终究是要还的 您说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